現場八萬人的聲音 悬前黃金舟 庫文哲高雄大造勢 志工還特地背上氣球 幫宣傳 主委莊怡亮 也代表上台 但選後這些小草 疑似被用完就丟 网紅四叉貓 秀出高雄民眾黨部的LINE群組 裡面小草發難 只黨部主委莊怡亮 把志工當公讀生使喚 主委吃飯 還要志工們去幫忙 端茶倒廚 於炮轟他平時不出現 只有辦活動 才會出來 跟柯文哲握手 眾多小草在群中跟進抱怨 不料竟有一位 暱稱扶桑花的人入群 將小草們強制退出群組 莊怡亮則回應 因為活動前需協調接待事宜 未盡周詳的請同桌志工 代為處理餐盒 為當下沒有注意夥伴感受致歉 但到底將眾人退群的扶桑花 是不是地方黨部高層所為 卻是不清楚 我不確定的 因為是一個代號 現在很多人加入群組 都不是用本名 都是用代號 在阿北森友會 到南臺灣卸票前夕 地方黨部的退群 案外案 顯得格外諷刺 靜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